主料,茄子300克,主料,蒜,剁椒,酱油,凉饭汁,糖,香醋,菜籽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茄子洗净,不要去皮,先切三段,然后,对半切块整成粗条,放入生板中,和冷水一起下锅蒸汁基本熟,这个过程,我用了25分钟左右,从冷水开始, 这中间可以准备调料,将除香醋以外所有调料混合好,另外蒜豆成绒,打开蒸锅看茄子基本蒸熟的时候,将调料一一放入,加入蒜蓉和朵胶,加入调味料,盖盖继续蒸5分钟左右,取出拌匀,等稍微冷却后,滴入香醋,再次拌匀入冰箱冷藏片可使用更佳,烹饪技巧 五语,一,蒸的时间,要根据你使用锅具和茄子多少决定,二调料入锅一起蒸,可以让茄子更好的吸收味道,三,加入香醋目的,当然也是让口味更佳了,七个,你懂得四,不喜欢多焦的也可以不放大,一样好吃,这个我也是过的,当然调味中,你就要试到加点盐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